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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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感谢主哈再一次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 神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我相信在生命当中可能大家都期待也都听过也都说过很多的好消息 比如说哪里有好吃的东西 哪里有谁亲近的人亲亲亲朋友得了冠军呢 或者做什么事情非常的出色啊 庆祝祝他们呢 或者是疾病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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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好消息对吧 但是在好消息的背后你知道人家的成功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啊 在这个医病的这些医生得了多少的这个培训呢 花出了多少的心血为你的这个医治付出了很多的辛劳 我想这个好消息的背后都有不同的人都有很多很多的贡献和劳力在里面哈 那我们今天呢 从圣经里面看到的好消息远远超过这一些哈 我们的好消息不只是从哪里得到一点好处而已 我们的好消息就是关乎我们灵魂 关乎我们永生的大事情 但与此同时我们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带来是有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付出了很多的辛劳的 简而言之就是耶稣基督付出了他的代价 他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 而我们今天在看呢这个好消息是怎么样临到加拉太人 但是好消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又是怎么样好像走偏了路的 然后保罗又怎么样把他们带回来 让他们重新回到这个好消息当中来 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一到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啊 我们弟兄读丹书姐姐妹读双书姐 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 做使徒的保罗 不是犹豫人也不是借着人 乃是借着主耶稣基督 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 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但愿荣耀归于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那福音 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 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我们已经说了 现在又说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好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的福音传到我们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也不是讨人的欢心 也不是出于人的思想 你给我们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 超过我们眼睛所能见到 超过我们耳朵所能听闻的 感谢主 你的恩典 透着主耶稣基督 领导我们众人当中 我们的罪得以赦免 使我们可以回转 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 进入光明的国度 感谢主 我们也特别谢谢你 你呼召我们 成为这样一群人 这样一群人组成这个教会 在教会在地上 是你国度在这个世上所做的见证 我们在教会当中 我们彼此鼓励 互相的顾惜 互相的帮助 互相的彼此相爱 就是让人都可以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来 我们感谢你 我们在教会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彼此同心的 这样的一个合一的见证 就是神的旨意从天上降到地上 让我们可以继续这样的来服侍你 我们求你也保守我们教会当中的这些事工 我们特别为过去这几个礼拜以来 这个暑假圣经营VBS的成功举办 我们来感恩 我们特别的感谢你 因为好几次我们以为要下雨 以为要取消 但是神都顾念了 因为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 谁掌管天气 主啊 你使天上的暴雨能够延迟 以至于我们的圣经营能够如期的举行 你也带来了很多的我们教会里面的朋友们 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和外面的朋友们 我们都非常的感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 还是同工 还是弟兄姐妹 还是朋友们 都从你的话语当中有丰富的领受 我们为此现场感谢 我们求你是众人所领受的 能够在他们心中继续的发芽生长 继续的把这个好消息福音的种子 能够浇灌 能够施肥 能够让它茁壮成长 并且结果子 结出30倍 60倍 100倍的果子来 我们求你就继续的保守 我们也保守 求你保守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当中 若是有身体软弱的 求你继续 医治的大能 我们身体灵敏又软弱的 我们求你继续的安慰 继续的坚固 我们知道神是住在我们当中 道成的肉身在我们当中 封封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就为了这个恩典 为了这个真理来感谢你 我们谢谢你 就是继续的 用你的真理来造就我们 在我们真理当中 使我们成圣 我们求你就继续的祝福 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我们特别把在这个期间 就是还有一些的 有人在旅行的旅途当中 我们求你就继续的祝福他们的安全 我们也特别把这个疫情交在你的手中 求你就使用各样的防护措施 包括疫苗 包括隔离 包括口罩 包括各样的卫生措施 请洗手 各样的事情 帮你帮助我们来 就是保守我们个人和这个社区的健康 我们求你就继续的祝福 带领把真正的健康和和平 带到我们当中来 我们知道你是最终 你是终极的医生 你是终极的救助者 我们求你就把这样健康卫生赐给我们每一个 我们也特别求你保守我们的宣教士 包括Paul和Sarah 我们求你就继续保守他们 在他们的施工平台当中 能够继续的服侍你 用有创意的方法 了解当地人的需要 就是也看到神你是怎么样顾念人的需要 你是好牧人 你是怜悯 这些羊群 你看到他们的需要 你领他们在可安息的水边 你使他们躺卧在青草地上 你也照样把这些需要来展现在Paul和Sarah面前 也展现在神你自己的面前 让他们有机会有创意 去通过神的资源来满足这些需要 并且把他们带到更深层的需要当中 就是他们的灵魂 需要你 我们求主继续的祝福 带领这一堆的宣教士 以及他们的家庭 包括他们的孩子 他们在不同的岗位 学习工作和服侍你 求你继续的给他们健康 给他们灵性 给他们智慧 能够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有喜乐 有满足 能够有智慧 面临各样的挑战 求主保守我们 教会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相信神你的恩典够用 神你的指导是正确的 神我们也谢谢你 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 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也是学习怎么样祷告 我们学习 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 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 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曼 感谢主 我们今天所看的一个好消息 是保罗千辛万苦 到了加勒泰那个地区 去传给他们的 我们看一看这个好消息 是怎么样进入了加勒泰地区的 加勒泰是学者一般有两种的说法 但是我们大部分学者 都非常倾向于这个南加勒泰的这个说法 所谓这个南加勒泰的说法的意思就是 他们其实这个民族的名字呢不叫加勒泰人 真正的加勒泰民族的人呢是住在北方的 但是南方的有很多其他的城市 像以格念啊 像这个就是 路斯德呀 像特比呀 就这些 这些 还有一个叫安提阿 不过不是叙利亚的安提阿 是这个比西里的安提阿 就这些 这些几个城市呢都是在靠南方一点的 但是他们都归罗马帝国来管 所以都成了加勒泰这个省份 就是 所以呢就统称就是都是这些 这些加勒泰人 那么呢 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说 这个信呢是写给在南方的这些人 因为 因为保罗去过这些地方 因为保罗在那里面见过教会 那么保罗是在哪里见的教会呢 那我们读一读这个 《使徒行传》的第13到第14章里面的几节的经文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我把这个城市的名字把它图亮了一点 在这个《使徒行传》的13章的第14节这样记载 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 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 后来呢 他们二人呢 这里的二人就是巴拉巴和保罗 因为呢 这个 有一些其他人呢在迫害他们 所以呢他们就到另外一个城市继续传福音 这个城市是哪里呢 是以根念 到了以根念去了 后来呢 在到第14章的时候有记载 他们就又到了另外几个城市 到了路斯德和特比 两个城 以及周围的地方 在那里传福音 后来他们又碰到一些的事情 大部分的事之后呢 都是被人家的逼迫 然后他们就从一城 逃到另外一城 继续地传福音 继续把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 去给别人 那么一路就这样走 而且他们又回头再去兼顾门徒们的心 劝他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 那么在这一路当中 他们就把好消息传给加勒泰人 好想我们翻页也碰到一点困难 好 这是当时的一个行径路线 因为在这个最开始的时候 他们是通过这个 最开始第一次出来的时候呢 是从叙利亚的安提阿 叙利亚的安提阿斯的这个地方 他们坐船经过塞浦路斯 然后到了路上 这一地方 这些的地方 就是加勒泰的南方 好 这是他们最开始的路线 然后呢 他们就继续往前走的时候 他们就把这个好消息 就陆续传到城市 现在我们的问题在于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好消息 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 为什么加勒泰人需要福音 我们都盼望有一个好消息 是为什么 简单的回答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坏消息 如果没有这个好消息的话 我们就有祸了 我们就有罪了 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先看一看 保罗开宗明义就讲了 他为什么给加勒泰人写信 那写信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好消息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面 这个好消息从哪方面 可以来拯救我们 拯救加勒泰人 拯救我们 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 是这样介绍保罗的 保罗自己说 我是使徒 这个使徒呢 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呼召的 这不是出于人 也不是借着人的 然后呢 我们愿意 耶稣基督和父神的恩惠平安 赐给你们 那这个基督是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这个基督的特点是为我们的罪舍己的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因着他所做的事情 可以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是荣耀父 荣耀子 所以在这个简单的介绍当中 保罗把他自己的身份交代清楚了 也把他的主人的身份交代清楚了 也把他主人的工作和主人的特点交代清楚了 那么这个主人的工作就是带来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就包括恩惠平安赦罪和脱离世俗 这真是好的消息啊 这是加拿大人所需要的 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 那在这个好消息来临之前 他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当中呢 他们生活的时代 不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生活的 而是借着他们心中的偶像来生活的 这里面讲到 在这个好消息之前 他们的罪是没有被赦免的 那我们看到 当时他们有什么样的坏事 有什么样的坏消息 有什么样的坏情况呢 当时的坏情况就是 他们还没有离弃那些虚妄的神 还没有离弃他们的偶像 当时这个情况是什么事情呢 我们从这个当时所记载的 保罗跟加拿大人当时所讲到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知道加拿大人是处在什么样的 属灵筐井当中 处在什么样的坏情况当中 他们的坏情况 就是有一些虚妄的神 在笼络着他们的心 他们有各样的假神 他们有管农业的 管风调雨顺的 也有管生育的 也有管财政的 这些东西对我们中国人都不陌生的 我们有财神 有造神 有各样的风神 雨神 雷神 我们都有 加拿大人也有 但是保罗所带来的好消息 第一个就是揭露他们生命当中的罪 一个坏消息 因为在这个好消息之前 在福音来临之前 有一个祸因 有一个坏消息 如果我们跟随那些虚妄之神的话 我们是不想灭亡之门的 这是加拿大人当时所存的情况 甚至当这个好消息来的时候 他们的心 他们都用那个坏消息的模式在思考 当这个好消息来的时候 巴拉巴和保罗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 他们说 哇 又来了一个神 又来了两个神 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神了 有这个神又管风又管雨 这个神好像很会讲话 这个神很有能力医治病 所以我们把巴拉巴和保罗都当着神来拜吧 我们又多了两个神 好高兴哦 这是坏消息 这是罪恶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偶像崇拜 甚至包括崇拜使徒的 把他们当成偶像来崇拜 可是正是这个时候 保罗和巴拉巴就抓住这个机会 就把他们引向真正的好消息 跟他们讲什么呢 讲什么 我们也是人啊 我们跟你们是一样的 我们性情和你们一样 我们是传福音给你的 我们自己不是福音 我们是传福音 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传福音给你们的 让你们可以真正地承受那个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 是让你们离弃这些虚妄的神 让你们归向那位永生神 这位永生神有什么特点呢 这位永生神显出证据来 尝试恩惠给你们 从天降雨赐丰年给你们 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 这一位神是赐恩典的神 这位神不光是赐了恩典 而且还施行救恩的 所以他再一次在加拉太人面前 显示出他呼召的本质 他蒙召是来做外邦人的光 向这个外邦人施行救恩 直到地级的 所以好消息是这样 进到加拉太人当中的 好消息是这样进来的 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好消息进来之前 确实是太坏了 确实有太坏的消息 因为我们都是在虚妄当中 在世俗当中 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迷失 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我们是否也像加拉太人一样 我们是否也像加拉太人一样 生活在一个坏的 曾经生活在一个坏的消息 一个坏的景况 一个坏的属灵的倾向和思维模式当中呢 曾几何时 我们是不是把很多其他的东西 当成神 虽然我们知道他是虚妄 但是我们还迷在那个地方 去崇拜他呢 我从前就是 我觉得科学就曾经是我的神 金钱曾经是我的神 知识曾经是我的神 我觉得我有了那些 我的生命就满足了 我有了各样的 我进到很好的学府 进到最好的学府 拿到最好的知识 学位各样的东西 我就觉得人生很满足了 我就觉得 我就有骄傲的资本了 我如果赚了很多钱 我就可以了 我们曾经就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曾经有一些的摇钱树 或者有什么 可以给我带来很多的祝福 或者是当我向他祈求疾病得医治的时候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很小的时候 现在还隐隐约约记得那一点的事情 当我生病的时候 那个村里面的老人 我不知道 和我的奶奶 或者是更老的一些其他的 我奶奶的朋友 他们就拿了一个 一杯这个水 一杯这个水 然后就到他们的神面前去祷告 去献祭 弄完了之后说这个水呢是 或者是浮水 或者是什么水 我都不记得他们用的那个特殊的名字 所以这个水呢 我们是献祭过的 我们是有神 有所谓的神灵在这里面的 你喝了之后呢 就可以医治 有病就得医治 没有病呢也保你健康 就是这样的 所以小时候我们都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 无论是这个有形的 所谓的这个菩萨这个神 还是无形的 我们心中对什么东西的一种向往的这种渴慕 没有祂 我们就觉得坐立不安的 没有祂 我觉得生命没有意义的 无论是有形的神 还是无形的神 那都是虚妄的 那就是我们的坏消息 我们跟加拿大人在这一点上面 没什么太大的分别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虽然我们曾经生活在坏消息的 在坏的属灵状况当中 但是今天 耶稣基督的荣光 照亮了加拿大人 透过使徒保罗 也透过使徒保罗 透过圣经 透过很多在你生命当中 向你传福音的人 向你兼顾的那些弟兄姐妹 透过他们 让我们明白有一个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 就是耶稣基督 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祂替我们 祂赎罪 就像刚才 我们所读的加拿大书 第一章最前面的时候 保罗在介绍祂的主人 主耶稣基督有什么特点呢 祂是照我们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 舍己了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 我们正是生活在这个罪恶的时代 但是我们有救了 我们有好消息了 我们有好消息了 这个好消息是 耶稣基督为你我的罪 舍己了 感谢主 可是这个好消息来到了这个后 好像不太榨根了 好像不太稳固啊 又一个其他的坏消息来了 在这个好消息之后 好像又出了一个坏消息 这个坏消息是什么呢 是偏离了真道 现在有了这个耶稣的福音 但是好像还不是很稳固 有时候走偏了一点 有时候别人来的时候 别人来跟我们讲一些其他事情的时候 我们又开始产生一些动摇 一些怀疑 这就是加拿大人当时所发生的处境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有别人来搅扰他们 然后他们就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 保罗和巴拉巴曾经跟我们讲过这个好消息 但是另外又有人跟我们讲 好像又有其他的一个消息 究竟哪个是对的呢 所以他们就碰到这个情况 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 离开那借着耶稣之恩 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 那并不是福音啊 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 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更改 是哪些人在搅扰他们呢 当时是哪些人在搅扰他们呢 我们可以回到几年前了 这个是他说稀奇很快 其实这个时间真的是很快 就只有几年的时间 第一次保罗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大概是祖后46到48年期间 然后他就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 回到他的母会了 回到母会之后 没有多长时间 这中间也就是在两三年的时间 很短的时间之内 很短的时间之内 因为他们后来第二次又到了这些地方 亲自跟他们见面 亲自跟他们见面 所以这个时间是相当短的 这一两年的时间 所以保罗说 我稀奇这么快 这么快 这一两年的时间 你们就改变了 你们就偏离了 是哪些人在搅扰他们呢 我们回到几年前 那两年前 大概是保罗写信之前的两年前 他们在场的时候 在场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 到那个城里面 有犹太人从这个城市 一直追踪两个使徒 到另外一个城市 当时就在搅扰保罗和巴拉巴 那些人呢 他们懂的一个策略 他们说射人先射马 他们说射人先射马 他说如果保罗和巴拉巴是带领人 他们想把保罗和巴拉巴设下来之后 那跟随保罗和巴拉巴的人就可以 就做鸟受散了 这是他们当时的这个策略 保罗和巴拉巴 所以他们到一个城 无论是到以格念还是到特比 还是到那个安提阿 还是到哪里 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 他们就跟着去 跟着去 然后要迫害他们 有时候就是从身体上迫害他们 有时候从言语上迫害他们 他们就一直在去搅扰 当时就是这么做的 等到保罗和巴拉巴离开 回到安提阿姆会去树植的时候 他们就继续这么做 继续这么搅扰的时候呢 传的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他们传的无非就是割礼 传的无非就是靠行为称义 这就是他们常常所做的一些事情 他们常常觉得神对我们是 我们是特殊的选民 神对我们是特殊的呼召 我们是以色列人 那外邦人不过就是像狗一样 那我们以色列人是特殊的 律法没有传给雅各以外的国度 那我们是特殊的选民 那我们有这个特殊的律法 然后我们对律法 有我们的拉比给我们去解释 经过这样的解释 我们这样做就可以蒙取神的恩惠 那么根据这些律法 我们每个人都是行割礼的 我们行的割礼是很骄傲的 这是表明我们跟其他人是特殊的 我们是特殊的 跟其他人是囧然不同的 那么你们难道不应该跟我们一起来行律法吗 一起来行割礼吗 如果没有行割礼 你就不能得救 这是当时这些搅乱的其中的一些因素 保罗把这个又提出来 说其实我们当时传给福音 当时传给你们的不是这样的 当时传给你们的时候是说 耶稣基督拯救祂施恩给人 施恩给人 无论是男是女是自主的是为奴的 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还是外邦人 这个在加拿大书的后面 他会再继续的更多的提到 更多的提到 他在后面在展述这个福音内容的时候 他会继续的提到 所以耶稣基督是靠着祂的恩典来呼召的 而呼召的人只有一个特点 就是信耶稣 而不是去行律法 或者是去在哪一方面去赚取神的荣耀 赚取神的恩典 不是的 他们只有一个特点 就是凭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个恩典 来相信耶稣施行了救恩 所以保罗就继续地跟他们讲 说我吸引你们这么快 就离开了真正的福音去从别的福音 那么他说 从别的福音有很坏的后果 这个后果是什么呢 是咒诅 他说无论是什么人 无论是那些搅扰你们的人 无论是那些人还是天使 甚至无论是我们自己 如果我自己后来犯了错误 跟我从前所传的这些事情不同的话 这个也是要受咒诅的 这个话讲得多么的重 但是也是多么的接地气啊 就感觉就是说 他们这些人高高在上的很威严很尊荣很清洁 很靠近神的使徒 他自己都要时刻地小心 他自己保罗自己也承认 他说我是罪魁啊 那那个是他用的是现在事 不是用的过去事啊 他说那个时候我还是罪魁啊 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是什么呢 连使徒他自己都是战战兢兢的 他都有可能再继续犯罪 他有可能在罪恶当中跌倒 他有可能去传福音 他说即便是我们的话 若是我们传的这种不同的 我们也应该受咒诅 如果我跌倒了 如果我把这个福音的内容偏离了 那我也应该是受咒诅 感谢主 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们每一个人要省察自己 要坚持在最初所听到的 那个真正的福音里面 那这个偏离是哪些是产生的 什么情况下会产生偏离呢 会产生偏离 什么情况下会产生偏离呢 那么有几种情况会产生偏离 其中一个最明显的情况 就是对真的到不清楚的时候 才产生偏离 如果你我们常常听说 有人点真钞和看假钞的情况 如果在银行的职员当中 你去看真钞看习惯了 你知道这个真钞什么是真的 所以一看到假的你就知道 当然我没有那么多支票去数 我也没这方面的经验 然后只是听别人说的 我就选择相信他们讲的是对的 那么事实上 你去用你的逻辑去思考也是对的 你看真的多了 你知道这个真的特点 你就知道这个是真的 那假的就很容易分辨出来 那如果能分辨出来的话 那就照保罗的话来讲呢 就是长大了 就是在基督的福音里面就成长了 如果没有长大的时候 就像小孩子一样 所以他就在以赴所书第四章的 第十四节里面曾经这样讲的 他说有些人呢就是像小孩子一样 他就容易摇摆不定 就听从那些其他的看着 是是而非的那种东西 摇摆不定 所以我们在信仰上面 如果我们对这个真道上面 有更多的熟悉 更多的知道的时候 我们就不容易摇摆不定 让人摇摆不定的 这是一个很容易 是一个因素 就是很容易偏离到原来的真道 第二个呢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为了取悦人 第二个之所以偏离 这是因为我们一个很大 这是当时加勒泰人的 一个很大的特点 有时候我们的一个特点 我们常常就是为了取悦人 有时候是为了取悦自己的家庭成员 有时候是取悦自己的朋友 有时候是为了取悦同工 有时候在很大的压力之下 同侪之间的压力 大家攀比的压力之下 大家攀比的压力之下 为了取悦这个世界的潮流 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当我们这样取悦的时候 就很容易偏离了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好习惯没有建立起来 有些坏习惯的时候 在真道上 在福音的真道上面 没有建立起一个好习惯 没有常常去读经 常常去祷告 常常去寻求圣灵带领的时候 圣灵的声音我们就听不太清楚 我们就没有及时的 没有很敏感的发现的时候 我们就容易偏离了 没有一个好习惯的建立 我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很坏的习惯 有些习惯让我也开始思考一些问题 希望这些坏的习惯不要到我的树林上面 成立了一个坏的习惯 那就糟糕了 我生活上面有一些坏的习惯 其中一个坏的习惯 就是这个东西 就没有把它放到它原来的位置上 所以你看到我的房间里面 或者办公室里面 常常都是放得挺乱的东西 没有一个很整齐划衣的那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也是令我很困惑的 也是令 就是说我家人有时候也很困惑的 说坤明你把这个东西用完了 就放回去不行吗 但我就常常就忘记放回去 所以这个东西就放得乱七八糟了 不过呢 这个就是需要家人 需要朋友 需要同工 就是有很多的通融了 很多的包容 有时候别人讲说 你有一个坏的 苏格拉底不是曾经讲过吗 他说你尽一切的可能去结婚 如果你娶到一个好妻子 你就很幸福 如果你娶到一个坏妻子的话 你可以成为一个哲学家 如果 同工人之间也是这样的 如果看到这个同工有很多坏的习惯呢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属灵 很容忍很忍耐的很温柔的一个人 所以你就尝尝如果能够通融它的话 你就真的可以变得很属灵 所以我不知道我的家人 因为我这个坏习惯 有没有变得更加的属灵了 不管怎么样 我有这个坏的习惯 我就乱放东西 所以有一次呢 我这个耳机呢 就拿下来 就是听了一个东西呢 就是 就随手一放 我都不忘记我放到哪里的 结果后来证明呢 就放在我的车上面 就是放在我的车的这个 我不知道是放在车顶上 还是放在车后面 还是挂在这个车的 这个 这个反光镜上面 我不知道是什么 反正当时一放 我就觉得 哎 我很快就回来 就要拿的 当时这么想 就这么随手一放 结果就没有再回来 就忘记放在哪里 后来呢 就开车就走了 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过了好几天 我就开始找那个耳机 我说耳机到哪里去呢 明明那天都要 都在那个哪儿的 在那个哪儿的 想的好半天想不出来 后来终于想起来 我说这个耳机 可能是那天被我放在车上 如果放在车上的话 现在在哪里呢 你不要问我 这是从哪里找到这个耳机的 这个耳机不是特别 找过来做道具的 我是真的是 真的是弄丢了 不过后来我是想了想 我说如果我车开出去 它掉的话 那肯定是一路 就是出门不太久嘛 出门应该不太久 就是掉下来 然后就被 就要么被我压坏了 要么被别的车给压坏了 我说我就 顺便去找找看吧 反正我找的到也无所 找不到也无所谓 我就是好奇很好奇 就去找找看 结果真的被我找到了 离我家已经出去 差不多四百米 三四百米的位置 居然被我找到了 我就把它捡回来 这个对我一个很大的提醒 一个什么提醒呢 就是坏习惯 就是如果我把东西都放好的话 那我就建立了一个好的习惯 对吗 这个坏习惯呢 就是打个比方类似的 如果我一个很好的习惯 我常常读圣经 我知道真理是什么 我常常祷告 知道圣灵的带领是什么 那么有其他的声音来的时候 我就很容易分辨 这个不是圣灵的声音 我说一个好的习惯 跟神在一起 顺服圣灵的引导 我对他非常的敏感 那么 我就不会那么快 不会让保罗那么稀奇 这么快就离开了这个福音 去跟从别的福音 对吗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建立一个好的习惯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神透过使徒保罗 把好消息传给加拉太人 传给好消息之前 他是有一个坏的属灵状况 需要拯救的 耶稣基督也为我们的罪舍己了 也拯救了我们 这是好消息 好消息之后 还有可能有坏消息来的 就是我们会偏离的 我们好习惯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对好消息 没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 跟这个福音 跟这个福音的主耶稣基督 没有亲密关系的时候 我们还是很容易偏离的 那么怎么办 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给我们 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 他会帮助我们来建立 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 第一个坏消息 最没有得胜免 第一个好消息 最悲深 耶稣基督为你我的罪舍己 第二个坏消息 就是好习惯没建立起来 罪为致死 罗马书里面曾经这么讲 罗马书里面 有这样一节的经文是这么说 第八章的第十三节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 治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在加拿大书的第五章 十六到十七节 也是这么讲 要不要顺从情欲 不要顺从肉体 乃是要顺从圣灵 因为情欲所结的果子 是显而易见的 就是基督啊苦毒啊恶毒啊 这些贪婪啊 纷争这些东西 但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也是很明显的 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信使温柔皆知 所以当我们看到罪未被治死 或者说我们容易摇摆的 这样一个坏消息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引导我们 这个不是另外一个福音的 这是福音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扎根 帮助我们建立起来的 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是圣灵来引导我们 所以加拿大书在后面 他就继续跟我们讲了 继续跟我们讲 要做什么呢 你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求主帮助我们 常常来省察 我们有没有靠着圣灵来行事 有没有来鉴别 倾听圣灵的声音 有没有来省察我们的生命 看我们的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 是不是圣灵透过我们的身体 所结的果子 求主帮助我们 常常牢记这个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就是 主耶稣基督为你我的罪 舍己了 并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 感谢主 但当他走的时候 他说我去了 我还要再回来 我去了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 我回来接你们到我天父的地方去 在那里有很多的住所 而且我去了之后 要赐给你们一个保灰师 就是圣灵 圣灵要住在你们当中 要常常提醒你们 让你们想起我所说的一切的话 圣灵来是要来带领我们的 圣灵来是要救我们 在真道当中不偏离了 所以当我们再次可能要偏离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来聆听圣灵的声音 我们若靠圣灵得胜 就当靠圣灵行事 继续行在好消息当中 继续行在好消息 来改变我们生命的这个大能当中 因为圣灵会赐给你我能力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 因为你所给的实在是好消息 这是唯一的好消息 唯一的福音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而死 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 救我们脱离这个世俗 求主帮助我们 因为那真正虔诚 真正清洁没有玷污的世俗 就是按照你的旨意来怜悯人 并且保守自己 求你帮助我们来保守 我们自己不受这个世俗的玷污 帮助我们 你的圣灵常常来提醒我们 使我们建立起好的习惯 使我们常常专注在这个好消息 在这个福音里面 而不至于摇摆不定 求主帮助我们 无论有什么样的人来搅扰 无论有什么样的人 拿其他的所谓的福音 所谓的这个世界的潮流 所谓的这个世界的价值 所谓这个世界的好处 来搅扰我们 无论有什么样的搅扰 若这个搅扰 若他们所传的 无论他们听起来 或者看起来多好 若所传的 跟耶稣基督 设罪的这个唯一的福音 有不同的话 那么就帮助我们去克服他们 帮助我们不要受这个搅扰 帮助我们专注 在你的荣耀的福音里面 就是耶稣基督 为我的罪而死 第三天也复活 感谢主给我们这个好消息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约神伺服他自己的话语 福音就是好消息 请大家起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也许我爱救你 脱离痛不见 毅如你资认 脱离梦不见 如你安安 脱离远前 尽如你欢喜 耶稣 救命 脱离骄傲不平的事情 耶稣 耶稣 请我主要父的旨意 耶稣 爱救你 脱离骄傲不平的事情 我的绝望的容颜心心 你的伤疼如可战伤势 耶稣 爱救你 请坐 下面是欢迎和报告的时间 首先欢迎新朋友 现在YouTube还欢迎新朋友吗 现场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这里参加 主日敬拜的新朋友 我知道孟一是跟周医生以上 两年前的圣诞节或感恩节来过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来我们这里敬拜 是的话请你们站起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好吗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还有别的吗 主位上就不在这里现在 还有别的吗 没有啊 现在这样子 我们每次敬拜之后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们没 敬拜之后我们在对面交易老友 有披萨不像以前一样有正规的午餐 有正规的午餐 比较正规的午餐 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 但是我们有比较简单的午餐 自己如果自己带午餐呢 也会一起 和大家一起来吃一起交流 也是一个团契的时间吧 好 那么报告事项 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呢 一直到我们还没有 一直到七月底 还是会有YouTube 到七月底之后呢 还是会有YouTube 为了一些 还是不来参加 这个现场敬拜的 还会继续在YouTube上来参加敬拜 为了最好的保障大家的安全 那个重新委员会也会不断的 可以会来 来根据这个疫情情况制定新的指南 怎么样保障大家的安全 第二项是 卡拉莱纳地区的夏令营CRC的 情况 报名 因为 因为现在美国 那个疫苗的接种比例还上不去 大家的新的变种又来了 所以美国最近 那个疫情其实有些反复 我想大家对这个安全应该很 可能是最大的一个考虑 我记得金委 像上星期你们储备委员 因为金委是主委委员会主席 主委委员会开个会 讨论能够这个 怎么样保障 这疫情这些安全的事情 在这个CRC会上 能不能请你介绍下一些什么措施 因为大家有问过我 这个是到底有多安全 来决定他们参加的会议 我想金委应该是最能向我们来介绍一下的吧 好 不好意思 您是抓上来了 谢谢大平 实际上那个 疫情的那个安全是 主委会的和同工们的一直 最开始就很大的一个负担 这个问题就是 一直在祷告 希望疫情尽量得到控制 在我们具体的这个 这个开会的这个 准备方面呢 我们第一方面呢 就把 跟那个大废 那个 Ritchcrest 那个 废益中心 大家可能知道这个废益中心很大 所以呢 我们实际上把我们的那个 报名的那个人数呢 往下调了一点 调了差不多一半左右 上线大概300多个人 所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也是 会尽量 就是说各个教会都要求 就是尽量 我们同工们就是说 像昆明刚才说的 因个人各样的促使 包括疫苗啊 包括那个 个人的那个 防护方面 尽量的保护自己 也保护别人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整个的 conference过程中间呢 我们也是 如果 每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 都是做好个人的防护 就是基本的 像我们一直在做的 保持助力啊 然后呢 戴口罩啊 如果你已经 如果你没有打疫苗的 我们就是说 如果 不准什么样的原因 你没有打疫苗的话呢 我们 希望你必须全身戴口罩 是要在这些情况下 如果你打了疫苗的话呢 我们是 建议你戴口罩 当然是现在我们 这是我们现在的那个 一些 一个指南 我们很快 会把这个指南 放到网站上面去 当然 既然大屏说的 说实在话 这个疫情的 这个好的东西 我们也不知道 现在根据 这两个星期 疫情有反复 不知道 在六七个 七八个星期以后呢 我们也是希望 我们疫情得到更好的控制 如果疫情有反复的话呢 到时候我们可能 有些东西需要公新 它就再告诉大家 所以呢 希望大家继续 对这个疫情的控制 为祷告 也是如果你 你和你的家人 觉得有 可以打疫苗了 并且没有其他的医疗问题的话呢 我们是建议你 尽快打疫苗 好 谢谢大家 谢谢金伟丁先生的介绍 因为 其实随着这个疫情 可能会有变化 也可能没有 如果大家希望知道更多的 关于这个安全措施 如果刚才金伟丁先生讲的 你觉得还不够的话 也去向他再进入询问 或者向牧师询问 如果你觉得这个安全措施 你觉得够了 你也想去参加 那就尽快报名 刚才金伟丁先生讲过 报名人数已经下降到一半了 现在已经有八十个家庭 报名了吧 当然还有些没有 没有最后完成那个注射手续的 那请你报名 如果你问过金伟丁先生之后 你觉得这个安全措施还不够 但是你又想参加 那我建议你 向昆明牧师好 向金伟丁先生好 来说出你的 你的关系 来向他提供建议 这样子 我觉得这还不是一个 fix的那个protocol 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 可以进一步地改进 让大家每个人 想去参加的 有命而大 都能去参加 并也会很安全地参加 我希望这个政策 大家都希望这个政策 是透明的 好 这个让我们继续为这个会议祷告 为安全祷告 为我们每个人的 自己的安全 和整个会议的安全地祷告 也希望就是9月4号到6号 这个时间能录期地举行 好 第三项是神的话语 那我们这个 现在从7月12号开始了 一个新的教会的同步的 四周的灵修的计划 是在叶拉书 大家参加 来背诵经文 一些带走的事项 特别是为这个VBS祷告 非常伤心有样 或者那个户外活动做得很好的 虽然车早就空调坏了 天气很热 但是小朋友们都很开心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像这个小孩子 撒下很老的福音的种子 还有一些就是 祷告为这个本月的宣教士 保罗 Paul跟Sara他们祷告 这里很多祷告是摄像 大家可以回去看 如果没有什么别的 特别的摄像的话 我们请大家起立 我们唱三一颂 那牧师给我们做最要的祝福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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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唱三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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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常保守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 这是唯一的福音 唯一的好消息 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大家请坐 摸到之后平安散会